台中清水在三號上午九點多發生一起車禍 那麼一輛水泥疑似是煞車失靈 結果撞上前方的轎車 導致轎車推到前方的拖板車 所以車子撞車子的情況底下 當中的轎車被夾在中間 變成了個夾心餅乾 當中您看到車子幾乎被夾到稀巴爛 都扭曲變形 51歲的這名駕駛受困在當中 而且失去了生命跡象 送醫搶救之後其實是有恢復心跳 但到現在為止都還是有生命危險 轎車整台扭曲變形 車體幾乎全毀 駕駛受困車內 消防員貨爆到場 趕緊使用器具破壞車體 小轎車前方是拖板車 後方是水泥車 水泥車車頭幾乎壓在小轎車上 小轎車車頭又被推進拖板車底 消防員緊急將駕駛救出 不過駕駛頭部胸部重傷 當場失去生命跡象 而這起車禍意外 就發生在台中市清水區 中清路八段過三明路 往清水方向 三號上午九點多 到達現場之後 迅速用油壓檢等相關的破壞器材 破壞車體 現場的傷者是失去呼吸心跳的 拖板車跟自小客車的 那時候是在停等 中清三明路口的紅燈 然後後面那個玉瓣湖泥土車 就從後方追撞上台 泥土車駕駛 他就說他煞車失靈 水泥車駕駛聲稱當時煞車失靈 才會撞上前方轎車 導致轎車再推撞前方拖板車 不過根據了解 拖板車和轎車是同間公司 拖板車上午正準備前往公司載運特殊貨物 而轎車正在執行壓車任務 提升運送安全性 沒想到卻被水泥車從後方追撞 造成駕駛命危 詳細的肇事原因和責任警方還要釐清 記者張一智 林佳穎 台中採訪報導